鉴于我们国家各级政府的长期跟短期的公共债务 它的累积的数字非常的高 而且这些债务里面也都不含自常性债务 那么庞大的利息支出 也是国家的支出僵化 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困难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 亲民党团特别针对现行的公债法进行检讨 那么我们检讨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的主张是 第一 量入为出 第二 要求公平 第三 永续发展 在这个原则之下 我们定立了新的公共债务的测度标准 现行的公共债务法 我们所测度的公共债务呢 不符合国际任何的规范 我再强调任何的规范 从联合国 IMF OECD 都不符合 这是一个自我欺骗的一个公共债务的测度 所以我们比照了最常用的公共债务的测度方法 就是欧元区的公共债务的测度 也就是根据马斯锤克条约 所定立的各个国家 欧洲国家的公共债务的测度 才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才可以比较我们国家的债务情况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的构想就是把我们的短期债务 跟自常性债务 纳入我们的在线范围 我们以后待会本席在咨询的时候 会讲出理由 我们现在的自行自常性债务呢 也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做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另外一个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因为有国际的标准以后 我们要把存量重新调整 这个存量重新调整呢 我们在中央是按照GDP的45.5%作为上限 地方直辖市及县市呢 合计占GDP的9%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求 要求前两年的经常性税入决算 经常性的税入决算 避免地方政府呢 以税出作为上限的 这个可能产生的道德危机 所以是前两年的经常性的税入决算的 平均数的200% 乡镇市呢 也一样占GDP的0.5% 这是我们在存量的控制 那流量控制也是一样 前两年的经常性税入决算平均数的15% 那么更重要的是财政的纪律 因为我们要求永续的发展 所以我们设立了两道的财政预警机制 跟财政部不一样 我们认为财政部是也是一个 不具有诚意的一个公共债务的规划 第一个 也就是债务流量 达到经常性税入的10%的时候 我们要求地方议会 以重度表决的方式来执行 也就是你当你达到了税入 经常性税入的10% 你要用重度性不能少数多数 少数的多数 简单多数决 债务流量连续两年 达到经常性税入的13% 或者是存量达到上限的90% 中央政府应该 我们的主计单位 就应该由中央主计单位呢 来进行管控 也就是要进行全面性的删减 我们不容许财政部的方式 只是写一个计划书 应付了事 我们要执行严正的 严正的财政纪律 这是亲民党团 在这一次的公共债务法 所修的主要的内容 以上 好 感谢 我们接着请提供